长荣航空机师工会取得了罢工权 预计在春节前后启动罢工 劳资双方昨天再度进行协商 仅机师外战福利和星级制度 取得了部分的共识 将在下周三继续协商 长荣航空机师工会日前已超过九成同一票 取得罢工权 预计在春节前后启动罢工 交通部 民航局和桃园市政府积极协调 劳资双方24号再度进行协商 今天公司只是提出非常非常非常一小步的 这样的一个善意 那在明天的理事会 我们会再继续后续的讨论 罢工的后续的准备 下午协商结束 劳资双方仅针对及时外战福利和星级制度 有部分共识 工会表示25号理事会会讨论 后续罢工相关细节 长荣航空公司也承诺 会将讨论内容带回延商 预计下星期三进一步协商 针对航空公司罢工旅行业者呼吁 罢工预告期要提早一个月 以保障出国民众及旅行社的权益 萧棋会也说过去三次航空业罢工 最大受害者都是消费者 要求主管机关适度介入 因为罢工没有办法出传的情形 就只有退费表示 对于消费者所受的损失 完全没有任何的赔偿 对于消费者来讲 也是非常的不公平 萧棋会认为除了要有一定时间的 罢工预告期外 也不能将罢工认定是不可抗力因素 航空公司和旅行社必须负起消费者 损失的赔偿责任 另外对于航空业罢工旅游 不变险的争议 金管会表示长荣机施工会 目前还没有实际行动 对于已经购买旅游不变险的旅客 保险公司不可以不赔 记者詹淑云 桃园报道